放眼望去诊所林立中间夹杂多家药局的招牌 新北市三重正义北路号称药局一条街 走路不用一分钟就能找到下一间药局 不能看出密度之高 根据财政部统计截至2023年底 全台药局家数来到10782家 整年的销售额更是超过前一年来到1761亿 药局市场大病各界都想呛 连锁药庄品牌洗手药局不只能买成药 还能提供处方兼取药相当便明 两大药庄品牌都有拓展药局业务 更有量饭店和药庄店结盟 除了日常用品也有保健食品可以卖 想提供更完整药品服务 但根据药室法规定 药局或美妆场所有销售药物就至少得有位合格药师进驻 药师成了长手货从职缺到薪资 各家业者都加码抢人才 短短两年之内我们的工作机会就成长了500个 那增幅又来到33% 工作经历在一年以下平均月薪就可以来到5.5万 甚至有一些连锁药局医疗机构 开出不限工作经历就有百万年薪的工作机会 企业已经进入校园进行抢财 跟学校签署合作备忘录 同时提供超厉害的福利 像是持股信托啊 或者是内部创业的一些机会 高月薪百万年薪或是多元发展 各界在人才大战上祭出红利 力拼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华视新闻苏云宽 沈丽荣 新北市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